好非得早餐 我是人家龙 今天民国113年2024年6月7日 星期五星期五的时间 大家准备过周末 那这个时间呢 大家一定要心情轻松 非常的愉快 享受 享受哪迪赛的时间 好的 今天在我们的现场呢 负责哪迪赛的呢 姚舜 小龙早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其实这对你是很大的恭维 对不对 就是 你讲什么都对了 来你说吧 没有就是 我真的觉得 你怎么说 你的情绪也是很奇妙 有时候 有时候很高昂 像你在讲那个两岸战争的时候 我那高昂都不会结巴 真的吗 我一路 我来一路听 谁说的我结巴很厉害 没有没有 你看 当你要 当你要 延迟批判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真的认真听 就是你前两天不是 请个军事专家吧 还是防卫专家 有没有杂志社 我一路听 哎呦 真的这么厉害 厉害 厉害 真的 但你就对我的时候就很结巴 结结巴巴 坑坑坑坑坑的 不是 因为我就不想就说 掏肝掏肺去伤到你 所以我就觉得讲话就比较客气 你伤人还要掏肝掏肺的 洪荒之力 请洪荒之力毁灭一个人 是不用了 但是只是 我觉得可以出手的点太多了 所以有时候对我对不对 对 有时候会有些犹豫 就出手的点 嗯 因为我太了解你了 这 哎呀 这是真的是 笑话一则 太了解我 今天台湾这个世界啊 所有对姚舜的认识 绝大部分是从唐笑龙嘴巴里出来的 对 那都是错误的 全盘错误的 我真的大部分人对得认识我估计很多人都是从你就是夹夹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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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播的优势啊 好了好了 对不对霸凌啊 对不不不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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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小说我跟我跟姚舜在节目上哈拉的大家千万别别别别当真就是姚舜是一个是一个很规矩很正派的人就千万不要因为认真工作的对千万不要因为呢我我跟他哈拉呢让大家产生了误解以为姚舜 这呢是什么什么什么没有就是你你参加了参加的俱乐部跟我们分享一下俱乐部啥啥俱乐部说好话俱乐部啊你刚刚讲好话俱乐部没有没有没有就是有的时候我就说说好话俱乐部因为因为我怕我出出手太重了之后呢真的呢就把你给毁了这我也舍不得啊就是一早就毁了好不好不会啦其实啊好好好早就毁了早就毁了真的真的好吧相反的我觉得你周围的人啊就只要偶尔我会遇到的 真的对你是真的是又爱又恨的这不是我太严格太严厉对又爱又很机车尤其是对对我跟你讲大大部分人都会觉得说哦就是要不是听节目啊看看我这样子就说呢继续去努力去伤害你间的苍巴让得到一些疗愈啊否则他们他们他们都会觉得哎呦呦顺这个真难搞就机车对就就你刚才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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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太严格了嗯那那什么年份啊什么什么细节你讲清楚吗你别那么呼隆我你不懂你 不要跟我跟我跟我聊吗不要叫报道啊对太严了真的真的不不这个是好这个是这个是我我觉得是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训练一定要啊要不然要不然我也没办法交代还要挂我的名字那怎么行对不对是不是这样说所以我就从一个新闻我们都做新闻工作这点是我很很佩服的就是你不用佩服了反正就是这就是你这么多年的时间你都还能够在线上有有自己的地位大家都还是 是走我是没能力呀这么的新我有能力我像你这样就好了就是出张嘴你的嘴巴比我厉害多了是吗不会不会但脑袋说你太多了脑袋不是就脑袋我知道你要这样讲好了好了开始吧 好吧好吧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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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这套经常讲什么不然我们话就讲好了来对好这个呃一直以来这个台湾对日本料理都有一个特殊的情节哈就是哈日以外啊因为因为日料跟台湾这个 口味很接近 大家可以接受 然后这几年 那种以私宅餐厅 私宅私厨形式的 那种所谓的板前料理 很红 但那个都是什么 要么不是生鱼片 生鱼片握寿司 要么就是这个 要么就是这个歌篷 那现在开始有新的 就从今年开始 台北都会里面的 高端日料餐饮市场里面 连续来了几个 连续来了几个 这种所谓的高端的日式天妇罗 日式天妇罗店 那包括我之前 我们没讲过 就有个叫园一 他就是凡烧肉的同 大部分的股东 他们也投资了一家叫园一 他请日本米其林的 天妇罗主厨 来跨刀来 来教育 然后来合作 开了这个叫园鱼 然后呢 这个礼拜 这个礼拜 菊燕胡同餐饮集团 就是新贵连锁餐饮集团 叫菊燕胡同 其实最有名就是他胡同烧肉了 他其实旗下已经有七八个品牌 很多品牌了 他从日本引进了一个 日本的靖刚 引进了一个高端的天妇罗品牌 叫做山村 山就是一个木 山撇 就是山木的山 村庄的村 那这个厨师呢 大概从十八岁 日本厨师从十八岁就入行了 现在他的老家靖刚附近 加入了一个知名的名店 叫田信 然后呢 四十二岁自己创业 开了 他开了这个 以他自己为名的这个天妇罗店 叫山村 那现在菊燕胡同的老板 董事长 还有些股东啊 去大概去做考察的时候 在靖刚吃到了他的天妇罗 就去 这个厉害了 所以就跟他谈 然后请他来到台湾 那他其实就一个人的武林啊 就是厨房就他一个人 你知道 现在这种店很多 台湾也有 就是就是我一个人搞定大小事 那就请他 请他来台湾开了 开了这个分店 那我觉得这是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也是在板前呢 哎 讲到天妇罗 有一个说法 他的缘起啊 有 网路上有人查啊 就是说他是从葡萄牙带进来 因为炸 当然在航海的时候 那就鱼 鱼货 好的天妇罗都多数都是海鲜了 那你就弄上来以后就弄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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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桶子 下面加热 里面放油就炸 那听说这个是葡萄牙 但是不可考啊 我觉得这个东西我怀疑 那在很多的日本料理店 你包括你吃拉面也会有天妇罗对不对 而是炸虾 你吃自助餐厅 哇 大家最喜欢拿的就是那个炸虾天妇罗对不对 然后 可是有时候你会很沮丧 对呢 你说说看 因为包了一大堆面衣里面的 那个面衣嘛 那个虾那细细的一条而已 对对对 就就就就在吃他的外套而已嘛 吃不到他的 根本就吃一堆的面 对 所以所以可是高端天妇罗就跟这种就不一样了 就跟长明小时就的天妇罗是不一样的 这个天妇罗要炸的好啊 我以前有个观念啊 我以前有观念认为说 面衣一定要薄才叫做厉害 才叫做高档 但这一年多来我修正了我的看法 然后也跟这些民族身上学到了 就是说我们先讲啊 这好的天妇罗必须注重几个事 第一 油 炸天妇罗用什么油 日本人一定会用胡麻油 芥花油 对不对 第二 粉 天妇罗的这个 沾粉 它不是只有面糊 面糊里面 就是淡水跟面粉要做一个面糊嘛 另外还要有一个干粉 干粉 那那这个粉很重要 就是说 就是说你必须去挑 去研究它的精度 比如说高筋 它就会硬脆 对不对 中筋低筋 那它必须跟着你炸的食材不同而做调整 随时调整里面的比例 我一锅的面糊 今天我要炸 我要炸虾 或是今天我要炸鲍鱼 你知道 虽然很厉害 海胆也可以炸 真的 真的 海胆就一坨软软软软的可以炸 海胆是 其实是海胆的腺体了 对 厉害的 厉害的天妇罗店 通通有炸海胆 它怎么炸 太浪费了吧 海胆 好好吃 好好吃 我跟你讲 可它不是直接丢下去炸 它是这样 用紫苏叶 包着 没有包 放在 厉害的是不包 就放在上面 放到油里 所以你看 我刚讲油很重要 油温很重要 再来 再来 面衣很重要 再来 炸的时间长短很重要 温度的高低很重要 都要因材施炸 不同的材料 我举个例 我刚讲 我说我以前以为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 高级天妇罗必须很薄 就像穿了一件紧身衣一样 它只是保护着食材而存在 不是为了让你吃饼干而存在 像你刚讲的 一大堆面糊的 那个就是像吃饼干 虾子小小 但我现在修正 没有诚意 有时候我去这些吃巴贝 在五星期饭店 乱炸 然后就是你发现的 一大堆的面衣 对 里面那个虾 那个是小的可怜 对不对 失望 但没办法 那我刚讲回来 就是我以前觉得要像 像卫生衣一样 紧紧包着 你要最早台北市 最早最早的高端天妇罗 叫做天天妇罗 在大安路 为什么 那个是橘色老板开的 结果他收掉了 他为什么说 我讲一些故事好了 有人叫我 讲这三十年来 台湾各品牌的故事 我其实蛮可以讲 就你可以写 我跟你讲 橘色是两千年开的 他做的很成功 因为他找单下 日本知名建筑师 来做装潢 很有名 就一炮而红 变成高档的 算算锅的代名词 他后来有开个店叫天天妇罗 富贵的富罗 是罗生祥齐的罗 那做得很好 口碑也不错 有一天 有一天他突然就收掉了 为什么 他私下老板跟我讲 他说 晚上九点有客人要来吃 结果店里的师傅 还有外厂 跟客人讲 要打烊了 他第二天就把店收掉了 他觉得服务要到位 客人这个时间来 要吃 你还是应该要做给人家 对 那就交就好了 干嘛收呢 不是不是 他觉得心态很重要 他觉得心态 如果你没有心 我花再多钱去做装潢 都没有意义 他就把它收了 真的是这样子 所以橘色在台湾很有名 橘色在火锅界 对了 我晓得火锅 我常去天赋了 我没去过了 可是我是为了这样子 那是训练的问题 橘色的这个橘色 是所以会受到这个青睐 我觉得很重要一个原因 倒不一定是硬体 它的硬体当然没问题 转潢很厉害 主要是它服务 它用那种俱乐部 或是酒店式的那种 那种观念在款待客人 对 我觉得你去橘色的时候 你会觉得有点 到了某个club里面 去享受 他对待客人的那种好的那种 送往迎来应对进退 是把客人当成高档俱乐部的会员 在对待的 你比如讲 有一个故事 本来要介绍天赋了 没关系 我讲故事 比如说有些有老板 有老板去那里吃火锅 然后自己带酒去 比如说某品牌的威士忌 喝了两三瓶 喝完了 喝完了 然后把钥匙丢给司机说 你回去再拿几瓶来 这时候这个餐厅的老板 就说不用 我这里有 我给你 我给你 现在马上 你不用等 然后也不收钱 不收钱 真的 然后事后 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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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问他 他说 你觉得这些大老板 会不给我钱吗 第二天就叫说司机送来 可当场 当场 那个kimuji真的是 当场给他面子 对 那kimuji真的好 当然我们 我们喝酒还是 还是一样 不要酒驾 我们 你喝了酒 开车 你就像路上的 这个凶器 杀手 杀手 就是不要 那我讲回来 我说 我说 我说这种 这种所谓的 这种款待客人 待客如亲 而且那个所谓的 慷慨主义 是局势很成功的关键 所以 他一路开下去 都很成功 所以他到生意都 可是他的毛利很低 因为他有授权 给餐厅的经理 是客人的这个习惯 你在必要时候 款待送菜 对 可以给他些 所以 所以他的第二代 开始接手经营的时候 很不喜欢他老爸 这种风格 他觉得这样 我怎么制度化 SOP 规格化 你的成本 很多 很多隐性成本 对 所以上一代的 经营者 跟年轻一代经营者 我觉得必须要有一个 怎么讲 必须加起来 除以二了 因为上一代 有上一代的成功之道 新一代 有新一代 所谓的发展 连锁的必要的 这个规范 对不对 所以这个 就有些这种故事了 就跟大家分享 好 橘色是老店了 那现在我讲这个 菊燕胡同 天赋楼 等一下 我进个广告 广告回头之后 这样继续讲天赋楼 好 非得早餐 我去探阳楼 来今天星期五的时间 尧顺的时间 好刚刚讲到 这个菊燕胡同 对 就是胡同烧肉 这个集团 好再来 他现在这个店 开在台北万豪酒店的 中城广场 万豪酒店是一个 国际会计 对 度假酒店 不 国际会计酒店 旁边当然有豪宅 然后他还有一个 这个 这个 Building里面 当然一二楼 一二楼是一个广场 商场 那现在 他这个店就开在 那个广场里面 二楼 叫做天赋楼山村 我刚讲回来 这个举例 我觉得还是给大家 吃美食 也要知识 这个天赋楼 我以前认为是 是高档天赋楼 就面衣很薄 然后呢 保护住那个食材 不被油 热源 直接破坏蛋白质 其实不是 最近 最近连续几个 这个高档天赋楼 我采访这些厨师 他们说不对的 有的食材 就是面衣要厚 为什么 因为他 他有油脂 然后水分很多 你如果很薄 炸 包不住 他的水分就流失 你吃起来就不甜了 那我举个例子 像 有点道理 像辛曼 又叫穴子 辛曼这种鱼 肉质很嫩 但是辛曼 有一个部位很腥 有一个鱼腥味 你要炸天赋楼的时候 高明的师傅是这样 高明的师傅 一边是皮 一边是肉 肉要沾粉 皮不要 下油炸了以后 那个皮 就比较酥了 然后他会 起来 起锅 拔掉一层东西 拔掉一层 就不会有腥味了 所以你看 这是很讲究的 就是说 炸不同的东西 有不同的讲究 来 白肉鱼 白肉鱼的炸法 跟红肉鱼的炸法 就不一样了 我得到的学问知识是 白肉鱼要下油过去炸的话 温度要低 时间相对要久 你要去保护它 而且那个面衣 要看鱼肉的厚薄 比如说 OK 白带鱼 它可能就要 就要一定程度的厚度 白带鱼好吃 他们日本叫 太刀鱼 太刀鱼 那这个就是学问 所以我现在觉得 就是 像我这一次 在天父罗三村万豪的 还有炸那个玉米须 玉米须 带 就小玉米笋 那个玉米上面 会有那个须须 它在上面 它在上面铺了两层起司 然后下油过去炸 那很好吃 用起司咸香味 去剃那个玉米笋 玉米笋本身是有汁的 一点点了 所以你必须要保护它 如果你的面衣不够厚 它就水没了 你吃起来就像啃木头一样了 对不对 所以这里面慢慢的跟 我觉得这是我最高兴的事情 就采访师傅 师傅会告诉我很多的美味密码 或是烹调料理的technique 就是技术 除技 除工 或是什么肉要熟成个几天才会好吃 这都是学问 就像我曾经跟您分享过 长期蛋糕 刚出来的 跟摆了三天的 摆了三天的卖的比较贵 为什么 反油 就像你今天吃月饼 中秋月饼 港式月饼 刚做好 不厉害 摆个三天五天 反油 底下的那个垫的纸都吸了油了 还有它表面 会出 那个就好吃了 那个时候就好吃了 所以在日本 听说是买长期蛋糕 如果是刚出炉的比较便宜 但是摆了三天五天的比较贵 因为它风味达到顶峰 带回家直接切了就吃 那个就很棒 对 这个就是天妇罗的学问 价位 这个价位 我跟你讲 它不是五星饭 它是五星饼饭店 附设的广场里面的一个餐厅 它大概五千有找 可是台北现在有几个高档的天妇罗店 已经到中午就六千五了 晚餐近万了 对 这也是最最幸好 一些朋友 在讲到台北的 私处 餐饮市场 因为 我想你们大家也会注意到 黄仁薰来 黄仁薰来 那个都有人安排 对 他吃的会感觉说 在台北这样子 我这样吃一桌四五千块钱 加加一成 一个人 是一个人 不是一桌 其实不止 他去的那个店不止这个价钱 对 但是你说就算是一个人 大家也会产生幻觉 大老板 这个就是说 几千亿身价的大老板 几兆 对 那也才不过四五千 大家会觉得我也可以 可是 一个人 四五千 不是一桌 可是四五千 我觉得 我觉得 其实他那天去那个私处 不是这个价钱 对 所以我就 我就觉得 更贵 对 我就觉得大家所得到的印象 可能会被 会被黄仁薰那些新闻 给误导了 其实我 你说会以为怎么样 吃了那个四五千块 你说 大家会以为 大家会以为四五千块 就可以吃到 在台北就可以吃到 吃到黄仁薰 他们这些大老板的 等级吃的东西 但实际上 现在不可能 对不对 这里面 我的理解是 他 他有些是公司安排 有些自己 那其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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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在安排 那个里面 多少带有一点行销的 对 就我也 我也不反对了 我觉得黄仁薰 现在人去夯 帮台北做一下美食行销 帮台北做城市行销 我觉得这个呢 都 无可厚非 都都很棒 何况呢 他是在在在台湾 台湾生台湾 长到九九岁之后 才离开 因为 因为他已经念小学 所以他对台湾是有感情的 OK 对 那这种的感情的回来了之后 你会觉得他对台湾的食物啊 你看我们小小时候吃的东西 小时候那个味道 还是在脑袋里面 所以我觉得看他在在台湾逛的时候 我是觉得他真的喜欢 他是真的 那是了 那个是了 要不然说他去吃宵夜啊 什么的 对 你要是不喜欢 那很累嘛 因为你才吃了碗 他还要再去 对 所以的台北的美食地图啊 就会就会出现了米其林黄仁薰 对对对对 米其林地图跟黄仁薰地图 这不坏 那但是我说台北的 但现在要稍微有点档次的餐饮啊 哇那个一个人 没有了这有分啊 比如说米其林星级餐厅啊 米其林星级我们先撇掉 三星两星的不讲了 一星的啊 多数现在一个人的消费下来都要四千了 也就是因为太贵了 蜜月期一过 就不会满 跟去年前年相比 这些所谓的 fine dining的 甚至摘星餐厅啊 他们都是用inline网络定位 而且他们是在每个月的一个一号 通常是一号 试出位置让你定 通常试出三分钟五分钟就定满 但从今年农历年过完以后 没有这回事 已经不会秒杀了 甚至日杀周杀 月杀 要一个月才会满 就是就是 当然了这个分析啊 我自己的分析是说 第一 这航空运能到回恢复了 大家出去吃了 尤其是吃高档日料 日币又贬值 没错啊 到的到日本 一样的钱 而且那个氛围又不一样 然后第二个原因 我觉得是大家真的是卖太贵了 就是你 对不对 第三个原因是我认为啊 这个讲讲的比较不礼貌 出出了这个前菜一个都 而且都是卖套餐嘛 除了那些所谓的前 前后不一样 因为主食都一样 主食呢 因为那个能用的食材就有限了 牛 要么就是日本和牛 要么是国产牛 猪一笔里猪 对吧 然后呢 龙虾 对不对 然后 没了 羊肉 纽西兰高地和羊 羊肉 因为其他很少 但最近有一些人开始尝试 用鹿肉来啊 安纯啊 乳哥啊 但那不是主菜 安纯乳哥没办法做主菜 主菜之前可以了 那大概就是这样 这原因是这样的 所以我说 还有一种 还有一种叫私厨 那是中餐的 现在已经贵到一个 一个人五千五 起跳了 中式菜啊 圆桌啊 对一个人五千五 甚至有到一万的 一个人一万的也有 而且要包场才才卖 对那你不可能 两个人就去吃啊 你不觉得这不健康吗 就是长得太凶了 不是不是 把整个的餐饮服务业的价格 他们没有 他们没有拉 其他人的能力了 他们的 因为他们是在同温层 对 他其实对市场来讲 他们没有 他没有这个 我们叫做主宰 主导力 没有了 这种餐厅没有主导力 他只有在那个类 在那个阶层里面 比如说 西餐 市场里面 你看我 我看你 你就卖这个价 我也跟进 就这样而已 但他要去把整个 餐饮市场 观光饭店 或者是连锁餐厅 什么 瓦城 网品 什么 要拉 那没能力 这种餐厅 他没有这个能力了 这些餐厅 没有这个能力 去驱动 整个市场的变化 没有 他们只能在那个范围里面 那个同温层里面 再加相互比较 对 所以有些人就 也有一些这个正统的这个餐饮业者是觉得这个是 这个现象是莫名其妙的 尤其是私储 对吧 因为他自然叫私储 他也没不见得有 有有 就相关的规定了 那不见得是符合的吗 对 对所以有一些还非常不以为人 对 那在我们现场是姚舜 因为 因为台湾到台湾的台湾的总体的事况 因为科技业特别是你要把黄仁勋所代表AI半导体 这当然是好的 这个这么有在在全世界都都好 而且而且好到好到真的是一枝独秀真的是 他真的黄仁勋现象 因为今天今天气质开给我的题目里面 我第二个题就跟你分享 我们刚讲的是高档日识天赋罗 这个第二题啊 就是今年的这个Computex啊 这个因为全球重量级的科技业总裁啊 形成了一个CEO群聚效应 在这四天展期啊 台北市的这个观光饭店啊 价量齐阳 价平均房价量住房率 全部推升了 以这个汉来饭店啊 台北汉来大饭店 它新的嘛 去年底开的嘛 在在南港 他住房这四天的住房 平均房价已经超过一万 一个房间要一万以上 然后呢第二家 第二家外溢效应啊 在新一区的台北韩社爱美酒店 他也破万 他房价 那当然不太一样啊 这个比较基础 其实要跟大家讲说 很多人会觉得平均房价很高 就是最厉害的 不是 你还要看一个东西 韩社爱美酒店啊 只有165间客房 那他有三百分之三十 大概六十间的房间呢 是套房 sweet 就是有客厅的 对 那有套房 可以卖的更贵啊 所以整个breakdown下来 就是这个平均算下来 他这四天是超过一万 那他因为他量体有限要 要卖到这个价钱就很容易啊 但如果是台北凯越 凯越在这四天 因为他是全台湾量体最大的饭店 八百多间客房 所以他大概卖八千多块 但是也很厉害 也是超越去年同期 因为去年的台北电脑展 台北国际电脑展 跟今年时间落点不一样 去年是在五月底 那今年再是六月 那但是我还是四天比四天了 我做了一个表格 四天比四天 折批就是外溢效应 折批即使不在南港区 信义区的饭店 比如说台北香格里拉 台北远东香格里拉 或者是沐轩酒店 在敦花南路上的 也都是也都是也都是价量 平均房价增高 这个这个住房率升高 连带的也会使推升 整个六月的平均房价 跟住房率 那我觉得这是个效应了 比如说OK 你可能不知道内湖有个饭店 凯撒饭店连锁集团旗下 有个饭店叫凯旋饭店 没听过对不对 在内湖 他的一楼 他一楼是个家乐府 是那24小时的家乐府 这个饭店 内湖什么地方 对啊内湖 这地方我不记得 地名我叫不出来 但是我采访过 我在大家也可以去看看 看我打尧顺凯旋酒店 那就跳出来了 OK 他很远 好当然就是因为 因为我们的电子业 半导体业一直堵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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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堵旧 这当然是好 我当然不能说不好 但是我只是说 从一个从个消费市场的角度来讲 他独孤一味 但是你又很难一家烤肉万家乡 毕竟半导体业的就业人口 大概 核心半导体业 大概只有三三十几万人 台湾的台湾的劳动市场 是一千一百多万人 不能不能 不能全部压在一个篮子里 对 所以他就导致就说 其实我们在讲的东西 半导体业的那些的风光 台湾的劳动市场当中 百分之九十八九十九人是感觉不到的 他就变成一个很巨大的一个gap 然后很扭曲 那半导体业本身的现在的一支独秀 不止在台湾 在美国 很多的市场里面都出现相同的问题 就是他的财报很好 他的获利很好 他未来成长性看好 可是其他的产业都跟他好像都没有关系 那就导致 可是生态链 生态圈跟供应链 这就是问题 他的供应链会沾到一些 可是你即使把供应链加进去之后 台湾连半导体 我说半导体核心的 可以算到半导体核心的三十几万人 供应链加进去八十几万人 跟一千一百万差很多 还是差非常多 十%都不到 所以我为什么说 你像ECFA这种东西 你政府不能掉以轻轻心 因为他虽然跟半导体没有关系 因为电子业半导体都免税 可是你对于真正的那些生活的 生活产业 但是实在不怎么样的那些产业 那个感受就非常强烈了 好在我们现场是姚舜 来进广告回头聊 好非常忙碍的早餐 我是台湾龙 来今天的星期五的时间 姚舜的时间 还有九分钟再来 这个顺便讲一下好了 这个 我前两个礼拜去嘉义 去采访一个新的饭店 叫做Focal Focal酒店 这是福隆饭店里面 首次跟国际品牌合作 福隆饭店是利宝建设 旗团旗下的这个饭店品牌 过去就是他其实很多 他具店已经可能已经是全台最多的了 他现在也有创造了一个副品牌 叫莱旅 那另外这个国际牌 他就加入了IHG 洲际酒店集团旗下的一个这个 这个这个品牌 叫Focal 那我其实我真的要讲的是说 国际观光饭店在台湾 除了有直营 还有加盟以外 现在最流行的叫做Soft Brand 引进软性品牌 Soft Brand直营是怎么样 直营的概念 我简而言之 直营就是我加入了 比如说OK W饭店 太子建设 统一集团 盖的 那我我我请到挂W饭店的牌是直营 直营的意思就是说 里面所有管理人员全部是总部找的 可是如果今天是加盟国际酒店品牌 比如说台北万豪 比如说南港的六福万一 他们叫Franchise 那就是人事 我付加盟金 对我付加盟金 他能帮你训练 他没有帮你训练 加盟没有 他知道他给你用一个 订防系统跟 品牌 你可以用这个品牌 还有Loyalty Program 所谓的常客奖励方案 这个就厉害了 常客奖励方案 就是我们所谓的累计纪点 Loyalty Program 就是你这个 像万豪国际 你知道他全球会员有多少人 两亿 会员 我也是会员 你是万豪会员 我常说他的会员性 有时候他会促销 会给你点数 对我常说他会员性 不过你知道我就很懒 我其实出门的机会 现在越来越少 我要跟你说 我要跟你分享的是 很多商务人士成为会员 不管了 周济也有 喜尔顿也有 凯悦也有 大家都有了 那这个很多是商务人士 他们出差是谁出钱 老板出钱 老板出钱 那个Loyalty Program 给你 那个点数给你是给谁 给个人 给个人 所以 所以他们会很喜欢这种红利机 就是他出差个三五次 他就累积了 他自己休假 度假可以去很棒的地方 对 就是这样 这个是加盟 那现在Soft Brand 就是说 你可以不挂我的品牌 可是你可以用我的会员系统 跟订房系统 你懂吗 就是两者之外 另一个选择 但我还是要付你权利金 还是要付那个 所谓的这个 Loyalty Program的费 比如说在台北有很多 现在已经有几个 比如说 喜台灯旁边 对面有一个方盒子样子 就是麦当劳旁边有没有 林森南路麦当劳 旁边有一栋建筑 太子建设 那个叫台北时代寓所 他其实是加盟 希尔顿旗下的品牌 他就是用Soft Brand 的概念加盟 然后这几天 台北福化饭店 那他用希尔顿的什么牌子 那个牌子 Double Tree吗 不是Double Tree不是在这里 Double Tree在中山北路上 他用的是Tapas Trail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 这个台北福化饭店 台北福化饭店 立足市场40年 明年2025年2月 正式暂停营运 启动改装 但这个改装 它不是一个新 不是你不要把它想象成一个新饭店 因为我去采访他们第三代的董事长 应该讲说局部改装 因为他们有些东西 他们不舍得 丢不掉 他们认为那个是福化的品牌DNA 比如说 房间里全是红木家具 万豪认为说你这个东西要改 就全部就丢了吧 那没办法 对福化家族而言 对福化料家而言 这是他们的品牌DNA 为什么福化饭店又是故事了 福化饭店第一代 创立 创立它是它很有钱 它地很多 以前有一个神话 不有一个故事 就是说 从仁爱路走到松山 沿途经过的地方 都他家的地 很多了 那他当然当年是开幕的时候 是40年前开幕的时候 那个创办人就讲了 我要盖一个一流的国际观光大饭店 回馈 社会 服务市民 你讲话干嘛那么慢 老人家 你在模拟就是 我还以为你已经老了 我是老 我是比你老很多 可是你还是伶牙历史 你是看我看过最伶牙历史的老人 这东西是没有科学根据的 对不对 就是你说了怎样就怎样 对啊 什么叫最伶牙历史 那你老人的基本是几岁 现在已经延长了 就超像你这样年纪 我这样是几岁 你口口声声说爱我 几岁你根本就不知道 姚顺也不过就长我个几岁 没多少 没多少 那老不老 不会看不出来 我是三三十年前就已经这么老了 是哦 对 先老了来放着等的 不其实这有好处 等待熟成 在职场啊 在职场就是说太早就完成 完成熟成 对熟成啊 那个呢 那个要骗人是有点用的 不你你这个长相 你要骗什么都骗不过了 不会了 尤其是在感情路上 感情路上当然是坎坷的 你要撩妹啊 考虑啊 这很难 这是一辈子的痛 这没有办法 对不对 那你那为什么不反省呢 这能反省什么 先天条件不如你啊 那你口口声声你认识那么多医生 那么多厉害的院长 先天条件不如你啊 整一下吗 那脸整一下 我我我我全全全成 每个毛都是真的 对这整一下啊 整还是真的是把调整 比例比例调整一下 这倒是这知道是另外一个话题 改一个改天了 改天我我我到底给你建议 现在真的越来越多像我们这种年纪 像你 对像我这种年纪的 真的去整 哎 可是整完之后 失败 哎 很糟 很惨 这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的名人 尤其是眼睛 尤其是眼睛 哦 我觉得 而且而且那个案例出来以后 大家都骂 就是说就骂那个医生 是不是派来卧底的 对啊 我就说 我是实在实在对 但是我就我就不懂 就是很多像我们年纪的女性 哎 去整完之后啊 哎 太慢了 像你这年纪在 不起码都会有一段时间了 你都会还觉得 哎 这个进场保养之后呢 起码上上上七嘛 算七越来越厚了 跟你起码 不是不是那不是上七 是板筋 对 从你把板过了之后 你都觉得 没有 起码个 起码大概会有个三个月到半年左右 没有没有没有 前三个月到半年恐怖哦 总的嘞 不是 我是说从他从他呢公开露脸之后 大概会有个三个月到半年 你会觉得哎 好像 幻然一新 还真的就有幻然一新 可是男的去去诊啊 没有一个成功的 对 对 真的是很糟哦 所以以你这种社会地位 你应该去了解一下 以你 我 你去问一下 为什么会这样子啊 对 我就觉得 为什么同样这个年纪呢 去诊 我觉得女生诊出来 板完了之后 跟男生诊出来啊 不是不是 可是 这个评价真的差很多 可是我跟你讲 女生诊出来啊 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啊 怎么长得都一样啊 那这没办法 他们他们是怎么试试是在那个手术台旁边放一放一张图子吧 放一个大明星的美照 然后每一个人进来 那个脸都是照照那个东西去修 我我我真的觉得就是审美观啊 审美观到后来去 那不管你的条件如何 那下巴要什么样子 颧骨要什么样子 眼睛都一样都差不多 所以出来就一个样 所以你也不要怪怪说那些那那些呢 那些就是说呢 整整整型的这些医生呢 他们好像的都都不是 而是而是客人要什么 客人要的客人审美关系都差不多 但是如果我老实讲 今天就算是整的都一样 如果整出来是好看的 我怀疑是不一样 我还是会高兴啊 那那你如果要整的话 你会给医生一个什么样的参考的model 我想要弄成某某某的样 比如说成龙 你不行 你逼着太大来不及 比如说这个刘德华 对不对 我唐湘龙进场 板金以后出来 对不对 就变成刘德华了 嗯 算算算我开玩笑 没有了不可能了 你没这个机会 底子太差了 本来就是啊 我根本就不会想这种事情啊 你不会想啊 对啊 但我很想帮你 你知道吗 我觉得我如果真的整到像你刚刚讲那种 就是 我觉得你如果这样的话 你就是个完人了 就完颜阿古达的后代 完人 好吧 不好笑 真的不好笑 我就不好笑 虽然 虽然完颜阿古达我知道 可是 不能完颜阿古达现在年纪念不念这个 可能没有吧 还有耶律阿宝基啊 对对 不是肯德基啊 好 那 这就很无聊 那有时候有时候跟姚准的对话 那你笑什么 不是 不是你讲清楚 不是就是 不是你讲清楚 我说你一旦脱离你的本业之后啊 就一无四处 你真的就很贫乏 很贫乏 对就是只能够把以前课本 就是课本有有读过的 你就有 不是我还记得住啊 但是课本没有没有读的 你真的什么都没有啊 我本来就没有啊 我本来就两手空空来啊 两手空空走啊 像你走完节目也是一样 还是两手空空走啊 对啊 是没错 对不对 是没错 你也不会帮我准备个水果啊 蛋糕的 那个不是 那个是 那个是饼缸 懂吧 对了 不一样啊 也不是你弄的 对 是胖胖弄的 对 好 当然了 不管怎么样了 就是说 尤顺的所有的节目当中 不管是我们哈拉的 或者我们谈的 不管是我们原来规划好的 或者说呢 我岔题 比如说这Computex 所引发的这些美食的话题 那你都可以呢 在在非得的播放 非得早餐的粉丝页当中啊 胖胖会很快的整理 整理的放放上去 除了收听节目之外 另外呢 我最鼓励大家呢 你可以上呢 尤顺的粉丝页 尤顺美食中央社 那边呢 有他呢 最完整的 所有的在长时间 二三十年 美食的报道 美食呢 采访工作当中 你可以看到他的累累 那他所有的这些呢 不管他自己自己拍 自己写 然后自己整理 那这些的所有的资讯呢 都在上头 我认为那个是呢 所有在台湾的美食地图当中来讲的最完整的 好 那是你可以呢 自己呢 去订阅自己 去追踪 感谢今天到我们现场 尤顺 时间到了 时间到了 这么短 谢谢香龙 谢谢听众朋友 祝大家周末愉快 身体健康很重要 身体最重要 其实真的时间过得非常快 好 那进广告回到新闻 拜拜